第一份禮物正與他驚喜 原神活動 彩檀與薔薇的換射送活動劇情記錄 更新至10.23 看一下 小草神的生日活動啊 彩檀與薔薇的換射送 他這個任務推薦是推薦完成 沙漠那個系列任務 這個好像是那個 簡稱是花城書是吧 然後還有塞爾諾的第二章傳說任務 實際上我都沒完成 都不影響錯 就頂多有可能出現幾個我不認識的者 任與他驚喜 彩檀與第一份禮物 來 重演去 奧摩斯稿 其餘給我資訊 其實你只要這些活動啊 不在沙漠我都能做 大漠我是真的 欸 應該也沒有什麼活動會搞的沙漠咧 穿出去 欸 那邊不是提娜里和克萊嗎 還有迪西亞和坎蒂斯 我們過去和他們打個招呼吧 分工都清楚了吧 接下來就是分頭行動了 分頭行動 另外我還是再提醒一次 大家都留個心眼 千萬別被他發現了 哎呀這你就放心吧 對我們傭兵來說 秘密可是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 我認為應該還不至於發生這類情況 打比方啦打比方 你懂我的意思 嗯 我還是有些擔心 倒不是怕自己說漏嘴 是怕他如果冷不丁出現在身後 而我又沒來得及發現 所以根據前章PV點的畫面 他們的四個就會給草成準備 滿袋茶給他準備生日 電會茶了吧 大家好呀 你們在這裡聊什麼呢 哎 我不是我不知道 什麼都沒聊 我絕對沒採什麼秘密 啊 姐姐採到什麼秘密 冷靜點兒克萊 至少也先看清是誰來了吧 旅行者和派蒙 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們 我也很高興 欸 是你們 嚇死我了 簡直被上課開小柴 發現提娜李師父站在我身後還嚇人 二位是回虛迷來參加花神淡季的嗎 確實 畢竟是上一輪花神淡季耶 哇擦 那叫花神淡季嘛 那些恐怖龍火焰 嗯 你想到節日期間會很熱鬧 就回來找朋友們一起玩玩啦 的確 聽老師說 教練院今年也做了許多籌備 打算給草神大人過一個空前盛大的生日 也算是對曾經教練院種種過錯的 一個微不足道的補償吧 嘿嘿 那我們算來對了呢 這下好玩好吃的肯定少不了 不過話說回來 你們剛才在偷偷摸摸說什麼呀 什麼秘密不秘密的 來 你倆過來 我悄悄跟你們說 那麼神秘嗎 草神大人 準備一個驚喜 哇 生日驚喜 這個 等一下 約哥這個表情我好像沒還沒見過 哎呀 哎呀 就喜歡從遊戲裡面結集燈 啊 表情包出來 我好像 這種表情包我都長了好多個了 用的用不完 看一下啊 OK 這還是迪西亞提出來的呢 哦 我也是和迪娜澤代聊天師偶然想到的 每一屆花神蛋記的活動都比較類似 總覺得該來些不一樣的東西 不會是迪娜澤代呀 這次 草神第一 這應該算是草神的第一個信徒吧 迪娜澤代聽完覺得這主意很棒 我就找上其他人 大家一拍集合 立刻組織起來了 既然是驚喜 知道的人自然越少越好 更何況 對方是那位智慧之神 稍不注意 恐怕就會被他發現端倪 哦 有道理 所以我們要一直這麼小聲的說話嗎 總之 我們只通知了 近期恰有空閒的幾位朋友來準備這事 具體要做些什麼呀 聽說草神大人喜歡糖果 我們打算從這裡入手 其實草神好像喜歡的是掌椰蜜糖是吧 還準備在花車巡遊之後 請他吃頓生日晚宴呢 所以七千豬什麼的 肯定也少不了 七千豬 老實說自從虛迷之後 食府都沒怎麼做過新食物了 現在虛迷的豐丹呢 加上新出的那塔那些食府我都沒用過 好多食物都不知道是啥 具體的設計交給卡維了 現階段我們只需要購置些食材和裝飾就行 我們也想為這份生日驚喜出一份力呢 我覺得估謀的我們 把小草神給引開 因為我們 現在我們和小草神是最接近的那樣 不論是最接近最親近的那一位應該算 誒 我記得坎迪斯你剛才說 想要個人幫忙一起採購 這不正好嗎 我擔心自己在沙漠待久了 對這邊商品的價格和品項 會有些生疏 我感覺有點不按套路出牌呢 若是不麻煩你們的話 不如說 恰好能幫上大家的忙 對我們來說才是驚喜呢 讓派蒙去河 對方淘下黃椒 派蒙真是越來越會說話了 那我就承蒙二位的好意了 那就這麼定了 裝飾交給我和迪娜索戴就行 宴會場地擺脫提娜禮操辦 誒 宴會場地不是剛剛說卡維嗎 你聽得我都激動起來了 快開始吧 一起為娜希達準備份了不得的生日經 聲音太大了哈 示娜 呼..對 興奮的差點忘了 保密要緊 保密要緊 第一份鈴贈於她的驚喜 来开洗 挖车 摇坠 摇叶 怎么摇坠 交印现实与梦 骑士与剑影 这些都是那个 对活动小任务 这个小任务宣布馆克 咱们先把那个 果然要亲眼去看 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美 给哪呢 无福救 哦 这里已经布置起来了 好像 韩子骑士 这是不是我们之前轮回的那个人 好像 很到看见了 好像我们之前轮回的那个人 诶 对了 哎 直接过海 哇 今天的奥摩斯港闻上去香喷喷的 连海风的味道都要被压下去了呢 听说这里是花车巡游的终点 很多商家提前布置摊位 自然会比平时更热闹些 花车巡 阿如村 阿如村最近也来了不少商人 大家都在准备过一个难忘的花神淡季呢 嘿嘿 看家这事就交给我们吧 好 那就 怎么 我没事 抱歉 让你们担心了 我们先去那家店订些东西吧 什么情况 我突如起来这个油 欢迎光临 客人想吃些什么呀 想订一些花神淡季当日的小吃 大概在花车巡游结束后来去 到时候能帮我提前做好吗 哦 外带的预订单是吧 没问题 您到时候要吃些什么 马萨拉芝士球和土豆船 各三份 绿枝翠球食人份 咖喱虾也要三份 绿枝翠球 稍等我记一下 土豆船 绿枝翠球 没问题 这些食材都管够 客人还真是大手笔啊 买这么多的话 请问能便宜一些吗 当然可以 我算算啊 一共两万九千摩拉 打个折 算您两万六怎么样 您两万五不好吧 两万摩拉可以吗 哦哦哇操 抹铃是吧 好好好 看家后熊 这这多少有点为难我了 花车寻游当天 我这儿的客人也不少 食材也得专门为您留一留 这样吗 那我在家五份撒巴桑炸脚怎么样 能再便宜一些吗 啊 这样的话 我最多给客人您打到八折 好吧 那就八折 辛苦您了 两万九 再加顶度三万 三万的八折是多少 八折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十就有三千 六千 两万四 哦少少 应该的应该的 哦是少了一点哦 总感觉坎蒂斯比我们还会砍价呢 另外 哦 客人还有什么想要的 没有了 只是想提醒您检查一下炉火 用得久了 可能会存有安全隐患 哦 谢谢客人关心 不过这是我今天刚换的一批碳料 绝对不会 绝对 你的墨衣缩感觉要出问题了 好大的烟 不对劲 这个意外出现得很不对劲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谢谢您 真是奇怪 是不是古风装置出了故障 的确有可能 前阵子也出过类似的事 我才换的古风 前阵子 有时候前阵子就已经有人在捣鬼了 炉子的问题可以晚些再排查 您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要喝些水吗 我身上有待 不要紧不要紧 也是客人您眼睛好 要是您今天早些到我店里提醒我 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 总之 我今天就赶紧修修这炉子 不会耽搁您花神淡季当天的订单 还是身体和安全要紧 您慢慢来 定金我就放这儿了 好 客人您慢走 刚才真是危险呢 还好坎迪斯你反应快 嗯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吧 我说不清 接下来去哪里 希望是个没有炉子的地方 我真被吓得不轻 去买些水果吧 在制作糖果时会用的 好 我们也好久没逛阿摩斯港了呢 顺带买点其他东西吧 怎么才能让阿米多吃点饭呢 多吃才能长得高呀 小鲜 还是水果比较干净 洗洗就能吃了 刚刚那个安皮 对面的那个活动 我们其实也没有语音 怎么这个 不会有语音啊我操 接到水果摊就在那边 坎迪斯你没事吧 危险 没受伤吧 孩子 没 没事 谢谢大姐姐 发生什么了 还好坎迪斯护住了这孩子 你父母呢 他们在港口的酒馆 我一个人无聊 才 已经没事了 亲爱的孩子 下次玩耍时 注意安全就好 快回去吧 快回去吧 好的 这是谁家的箱子 是 是我的 库特比 都说了不要在道路周围堆放重物 怎么还在犯这种错误 抱歉 最近 这些货物稍微多了些 仓库不够放 不够放也不能放外面 我这就处理 下次再也不放了 谢谢你们 都怪我监督不周 要不是坎迪斯小姐 还真不知道 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举手之劳罢了 夏母先生也不必过于自责 我很能理解 守护一片区域的不易 只是 节日在即 各处 还需要您多多留神 这花神淡季期间 还真是有几只眼睛都看不过来 不 请别误会 坎迪斯小姐的提醒我已经记下了 一定注意 几位是来采购的吗 那我也不再讨扰了 祝你们节日愉快 坎迪斯你动作也太快了吧 从感觉那箱子还没掉下来的时候 你就冲过去了呢 其实 我当时的确看到了那箱子掉下的未来 你的意思是 你预知了未来 嗯 包括我刚才炉火的意外也是 我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 我不觉得我的琥珀色左眼有何特殊之处 以前它从未让我看到过什么奇怪的异象 但从今早开始 我时常看见某些画面 他们与现实不符 却在几秒后真真切切的发生了 你有告诉其他人吗 还没有 我尚且无法确定这是否真是浴室 也不想让大家担心 回忆起来 并没有太过特殊的 我同往常一样 安排好一日事务 向神明做完祷告 就来见朋友了 实在要挑出些不寻常的花 大概就是我在路上 买了一块好看的宝石吧 的确挺好看的 这宝石中似乎蕴藏着些微特殊的元素痕迹 我也是对此感到好奇才买下的 难道说这些浴室 是宝石的作用 有这种可能 来 你拿着宝石试试 看看能不能感觉到什么 看来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果 难道需要某种条件来触发吗 还是说 与我身为阿赫玛尔大人的子民有关 要不要去找其他人问问 最近大家都忙于置办花神淡季 不大万不得已 我可不能因为这种小事打扰朋友们 刚好这两天分配给我的任务不多 我自行调查就好 这也是一位守护者该做的 那就再好不够了 有你在身边 总能让人感到安心 就像夜晚的篝火旁有人陪伴一样 先将采购的工作做完吧 再之后就去打听打听 关于这块石头的情报 至少得从商人口中知道她的来源 虽然从她嘴里要情报 可能会花掉包里不少摩拉 是说那位多莉大商人吧 我在阿儒村也早有耳闻 没错就是她 呃 不过多莉那家伙对摩拉可是很敏感的 坎迪斯你和她谈价格时 最好下手轻点 以便将刘出这儿 应该大力推广 与其指望叫灵院 还不如靠自己的双手 好想朝着大海大喊几声啊 不过会被当成怪人吧 来 你要的货 放心吧 都是好东西 要不要再顺手带一份 桑哥马哈巴依老爷我心境的好货呀 啊 不要吗 嗯 慢走不送 多利 哎呀呀 瞧瞧谁来了 是我的两位大客户 还有 你是阿如村的守护者坎蒂斯小姐 哦 有气 有何贵干呀 我可没在沙漠进行任何不合时宜的买卖呢 您误会了 亲爱的多利大商人 我们此行是想来向您打听一个消息 哦 是要买情报啊 欢迎欢迎 我最喜欢做情报生意了 待在身上不累 买给别人饭呗 啊 不 还是免睡 免睡 我今早购入了一块有些奇特的宝石 商人的名字我写在纸上了 我想向那位商人打听一下 制作这块宝石的工匠是从哪里得到的远 是找人的工作呀 这可有些麻烦呢 总觉得要花掉不少魔啦 当然 也可以省去找人的环节 如果万能的多利大商人能够直接打听到来源的话 我也愿意支付这笔情报费 哎 找人倒是一点不麻烦 就是赚得少些 嗯 刚巧我有几个熟人平时也加工宝石 随口问他们一句 应该就能港帝 哎呀 瞧您说的 可不就是为难丧哥马哈巴依老爷我吗 这类消息源都是商业机密 打听起来飞惊得很呐 请您开个假 哎呦 痛快 那等我算算啊 跑路的车马费 加上给别人送你的费用 二十万摩拉 怎么样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价格稍微有些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能便宜一些吗 好吧 阿如村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这个面子我可以卖 你开个价 五万摩拉吧 怎么了 睡类型的情报 在沙漠一般就卖这个家 不卖不卖 你这简直 简直亏得我身上的眼镜片都生不下来了 哎 绝对不卖 这样吗 真是可惜 那三万摩拉怎么样 我还往下看的呀 三万摩拉 外加您的商队 到阿如村拜访时的时速安全保障 还有一些杂水的减免 如何 等等 阿如村最近的确充满商机 如果借此得到守护者的庇护 还能行些方便的话 倒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哎呀 坎蒂斯这家伙 该不会是想顺带为村里招揽些贸易吧 哼 真是可怕的女人 好吧 桑哥马哈包一老爷考虑了一下 这次的生意就不计成本了 三 三万 就三万 真的吗 不愧是须弥第一的大商人 您的眼界和气度非比常人 正在结交朋友 这买卖就是亏本 我也得做 那不如 停停停 三万 说好三万了 哎 到时候随便请那保时商人 吃点五百磨辣的路边摊吧 收集情报也要些时间 你们明天再来找我吧 跑这么一趟可不是什么轻松活 谢谢多利大商人 真是帮大忙了 旅行者 你们刚回虚迷 接下来不妨就在奥摩斯港多逛逛吧 购置的物资交给我来安置就好 真的吗 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嘛 我们也没帮上太多忙 请别这么说 倒是我还要麻烦你们随我一起调查 这才过意不去呢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崇高 愿神明保佑你 亲爱的旅行者 多利大商人也是 愿您此行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再见 慢走不送来 哦 今天我完成了 第一分领悟 顿与他惊喜 哎 这次的委托又耗财又费力 你可一定要记住桑哥马哈巴伊老爷我的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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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